再来看到玉里客家生活馆目前正在举行放心平心静气蔡国昌书法各展 那么共展出了47幅的书法作品 这也是蔡老师这两年的精进作品 而其中包含了这个诗词的对联 也有佛经抄写以及长达8公尺5000多字的药诗经经典作品 那么玉里政公所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玉里客家生活馆展出举行放心平心静气蔡国昌书法各展 展出总共有47件的书法作品 是蔡老师这两年精进的作品其中不只包含了诗词对联 也有佛经抄写以及长达8公尺5000多字的药诗经经典作品 其实这个放心本来我想的是把心放下 我有把心放下可能写出来的一个作品可能就会比较 因为我自己常常告诉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后来告诉自己放下放下放下 所写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比较自己会比较满意一点 蔡老师说展出主题是放心平心静气 现今房门的社会能够尽下写字是修养自己最好的功夫 书写写作是他的修行生活 也是他修养身心的形式 从事书法写作是一件令他愉悦的事 蔡秋龙说书法有高度和深度不能只看表面 在所有艺术当中 书法可能是艺术中最高神玄妙南侧中的一种 展出时间是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 玉立正公所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据著高雄双玉正采访报道